大家好,我是帕大帅,欢迎收看团长速散之魂 祭司杂技古董加前锋 古董商这个角色打单刀型监管者真的蛮厉害的 上来的话就古董商,我们看一下团长这边怎么处理 这个位置其实古董商可以慢慢的拉到鬼屋后 拉到鬼屋后那边的交互点还是蛮适合古董商来牵制的 还是蛮适合古董商来牵制的 这边的话速散好像是没有交这个假伞过来 他就是再丢伞封走位,好,封住 古董商这边也是开始往后走 确实因为刚才那个地方比较开阔 他不太好发挥 他还是要把这个速散打到墙上面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待会吃一刀准备开车了 砍这个板子 带的是飞轮,一棒子,两棒子 好的,这样的话是可以进到一个交过 因为有一棒打晕了 再一棒子没打晕 那这样的话一刀飞轮没有能躲掉 这波有点亏了 现在的话感觉这个车还不一定开得了 点位上面来讲 这里古董商他得是一棒子打晕以后再考虑开车 我觉得他可以往车站上面走吧 往这边走吗 这边走不太玩得动啊 就是可能可以拖眼 但是一定是打晕 然后翻 蓄力刀有没有 有 牵制还行吧 但是怎么说呢 毕竟他前面第一刀吃的比较亏 所以说你说真正溜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整个季导一分四五十秒钟 我觉得两边都能接受 外面的队友呢 其实已经修掉两台半的机子了 然后这里求者来救一波人 如果救的好 你说真的没四人看不见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也可能有 但是团长这边的话 没有交一个吸魂拦住前锋的球啊 感觉当时那个身位确实拦不住 这里的话古董商走不了 直接开吸魂跟 防前锋的后面 这里这波漂亮 直接一个小跳翻 前锋这边要不要来后面来补一波撞 前锋这边需要有一波撞 或者说前锋就直接不要这个古董商了 古董商这边的话 搏命结束剩下的靠你自己的 因为这个点位我刚刚给大家讲过 这个点位我觉得古董商还蛮强的 这个点位古董商还蛮强的 这里的话两边卡板子 再绕 还有最后一棒子的机会 看一下怎么交 一笔棒子没有交 也行吧 前锋这边都好像还能够搞一搞事 这波前锋撞的很不错 过来说旧的很不错 我叫撞的很不错 旧的很不错 然后一直在旁边跟找机会 祭司的话这边跑过来 机子没有修 因为本来我觉得这边如果祭司在外面修机子 然后跟这边的杂技连个大洞呢 这机子是有可能够的 现在的话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后台机子需要杂技再去修 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可能来不及 这刀打住 好这边就下来 来 一个摇铃飞轮 这一手团长这边 哦是我们这边应该是那个 OB视角卡了 所以说刚才我是在想他怎么会面对一个空空如也的一个地形站在那边不动呢 核心问题是这边杂技还要修一台新机子 这杂技也跑过来了 这最后一台机子 倒是也确实是在地图的这一半 嗯 最刀前锋倒 好的那前锋是教自己的 班长也不清楚吧 我觉得他能知道最后台机子没有在修吗 这刀把这个洞打掉 拖是拖的真的蛮不错的 这里的话 怎么办呢 我觉得祭司就想办法先把前锋摸起来吧 摸起来这个局才有机会能盘活 杂技的话 Carrie修 现在Carrie修这个时间上面来讲 最起码再拖 四五十秒钟 来不及了 前锋摸起来的话 还能给一波球状的一个支持 但这里的话因为插着眼 所以没有摸起来 没有摸起来 祭司这边 台场求稳 因为他并不知道机子差多少 如果说他知道机子差这么多的话 他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抓祭司的 因为祭司也是教自己的 然后这边插着眼 古董商起不来 但他把祭司击倒了 等于说古董商挂飞以后 就直接刺杀了 因为杂技那边的机子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是要快速击倒这个祭司 现在的话 球手这边还能稍微盘一盘吧 你这边去拐弥马基 这边可以两个人补补状态 起来新机子 丢伞 过来 有一个吸魂 但吸魂没吸到 杂技这边一颗球跳开 两边的一个对抗 我觉得还是团长的一个一面大 应该是一个3比7的一个概率 就是穷者这边能保平最多最多只有三成 因为毕竟两个人都是教自己的 开门战全是突破口 对不对 你前锋的球也没剩多少了 祭司的洞嘛 你有归有 我不装啊 你不就好了吗 看着这边的杂技 他可能是要击倒杂技以后 把这杂技挂上 杂技这边的话 只剩一颗球 的机会 这颗球需要进到一个交互点 然后卡住 拖出下一个球的cd 拖不出来 漂亮 机死的话 69的机子 还是要丢伞 还是要丢伞 这边前锋才27 杂技一波快走 那这边丢伞 过来找前锋 前锋这边的话 可能面对是个天脸伞 一只变刀 漂亮 因为我们从前方的视角看 他是没有看到这边 速散的一个位置的 他是直接预判 你可能丢到我后面翻进去 没想到这人在里面 那祭司这边的话 机子好像也亮不了 亮不了 直接抓就可以了 杂技那边都还没起来呢 结束了 结束了 四抓 还是前期的一个 击倒节奏比较快 然后中间那波的话 我觉得穷主这边就是 最后台机子没有分配好吧 这里祭司是打了一个洞 这个洞 这个洞还蛮奇怪的 这个洞是像一个斜角洞 再打一个洞进来 完了 这波的话 祭司走位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但其实也也没关系了 都都都 如果是谁要呢 一个稳定的四抓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 应该就结束了 也是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